我們可以先看 像這張照片 先來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大概就是他們到那個 萬華在地剛剛有說過有大理街有服飾商圈 那因為台北市政府也有就是 輔助一些就是台灣的興瑞設計師 然後在那邊弄了一個叫西元29的一個building 然後裡面就是有台灣興瑞設計師 然後跟訪拓會一起合作這樣 那他們就到那個地方去參訪 然後也去參訪這個在地的那個 蒙甲服飾商圈出境會的會長 那他們當初他們店也有一個特色就是 他們有請藝術家來做彩繪 那那個會長就可以跟大家講很多 因為這個成衣產業當初的起落 跟現在他們希望可以push的方向等等 那也有到像這個是到球仙的地方去問一些廟柱啊 有一些東西然後龍山寺的伯伯今天辛苦了 因為被很多人糾纏這樣 然後還有比如說像這一組他們在做不同的表情 就是到了小劇場 就是他們去練習喜怒哀樂等等 然後這一組的話 右邊這一組的話是到太和餅店 讓他們去了解餅的製作過程 然後當然也可以試吃 然後當然還有包括他們那個餅的做的那些包裝 他都是有故事的 然後就跟這個老伯伯去做互動 那當然還有其中一個題目是要跟在地人互動 有些組就很聰明就直接問這個伯伯 他們就問他很多 譬如說因為他就在龍山 他們這家店就在龍山寺附近而已 那其實附近都會有街遊的問題 那其實伯伯告訴他們就是 其實對在地人來講就是包容 對 那所以年輕人有蠻多體驗的啦 那還有像 對啊這就吃的還蠻開心的這樣 然後這個就在那個前面合照 那這個也很有趣 就是那個圓圓的東西是香盤 就是大大 然後你們在那些大型的宮廟可能會看到 就大拜拜的時候 他就掉在上面 然後很大一個螺旋這樣子垂掉下來 那這家是老名譽香鋪 那他的傳統的製作過程都保存下來 而且他是用中藥去做 他是用 不是用化學的成分去做這個香 他是都用很多的中藥去做這個香出來 那年輕人我就先給他一張老照片 然後他就不知道那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透過引導找到這家店 然後於是再去聽這個老闆講 這個治香過程等等 然後還有他的體驗就是喝一下冬瓜茶啊 那這個也蠻有知識性的 這個是在薄皮寮的地上的磚 那他有T跟S 大家可能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TR跟S 那他其實代表是不同時代 然後不同的那個公司做的東西 那他就要去了解說他背後的歷史文化 大概是幾年代的事情 那是日治時代呢 還是到後來怎麼轉型等等 然後這個又在吃了 然後這個也很有趣 他們在路邊在幹嘛呢 原因是因為我們丟了一張老照片 可能下面後面可以看到 就是一張我們去跟地方的里長 要到很久以前蒙甲大道的照片 那時候蒙甲大道還比較蒙甲大道 叫汕頭街 那我記得是六七十年前的照片 那他們就要循著那個照片 找到同樣的地方 然後在那個地方就合照 然後要去跟里長談談啊 問這個地方發展的故事 然後這個就比較純粹趣味性啦 就是因為最近有一部電影叫大北龍門 那我們就是要他們 然後也在這裡有一些場景在這裡拍攝 我們就要他們去扮演那個 就是電影場景的畫面 那這就是在時間差不多 然後大概其實活動 像這個就是剛剛說的老照片 然後他就要去找到那個地方 然後找到過去的中國時報這樣 然後這個是他們搭訕一個在公園 在那邊喝茶看報紙的老先生 然後聊了很多的東西這樣 然後這個是龍山寺裡面可能 大家不一定知道龍山寺裡面有 在地有一位台灣第一雕刻家 那他是黃土水已經過世了很久 那他其實有個很重要的作品 就放在龍山寺這邊 然後這個作品叫世家出山 那年輕人覺得是要透過一些引導 找到這個地方 那而且大家不要覺得很容易喔 因為有些他可能問在地的廟住 都不知道是在哪 真的不知道 然後可能碰巧碰到有一個廟裡面 在做導覽的人 他可能隱約知道 所以有一組是知道的 有一組是沒有找到答案 然後透過就是引本部的引導 然後他們才得到這個答案這樣 那這個是西雲二九 他們去試穿台灣設計師的衣服這樣 然後還有到 就到蠻多地方的 還有青草店啊 就是弄一張零頭果 還是什麼的照片 然後讓他們 引導他們到青草巷 然後去做一些體驗 然後找到那是什麼植物這樣 然後吃美食啊 然後這些也是在劇場的外面 其實大概還有球籤啊 這其實剛剛都講過 然後還有就是老店 他的食材有什麼不同啊 製作過程啊 然後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就是 弄一張這個照片 讓他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那大家可能會以為是好像製冰機 其實不是 他是一個製金條 他是要壓金條的東西 然後透過那 找到那個地方 好像那個地方 我們就安排 那個地方的導覽人員 或是工作人員 去跟他們做一些解說 然後這大概是一些活動的照片 大家也都可以再去看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之前 跟中華危機媒體協會 所一起合作的那個工作坊 那這個照片就是 我們請地方文實工作者 來幫每個志工上課 大概是這樣 那所以其實志工們 他們也要做非常多的功課 就是要讀書啊 然後要找資料 然後 對 這些都看過 然後 嗯 好 我快結束 把 嗯 好 所以活動成果大概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學員的回饋 部分 對我們這次活動回饋 其實我們在問卷的設計上 我們有做前冊 就是他去 他去參加這個活動之前 出發前我們就讓他做前冊 就是他對於孟甲王華這地方 了解什麼 既定的印象什麼 他對孟甲形容出 三個keywords給我們 然後為什麼他要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提型 這裡面的問卷內容提型 就是他們往往回來之後 我再做一次的後冊 就是包括 依據我剛剛說的人文地產 這樣不同的面向的關卡設計 去做feedback 那其實問卷的結果 就大家都蠻正常 但 真的還蠻出我意料 這八成五到九成 都覺得是有助於深入了解 跟體驗地方 而且是非常有幫助 跟有幫助 這樣佔了 就將近九成 那也很多人表示 願意下次再參加活動 跟加入籌備的團隊 然後 然後 再來就是 最後我們的回饋產 所以現在在進行的部分 就是在地紀錄的部分 然後我們要擬這個計畫的操作手冊 然後完成之後 我們也想開放出來 讓在座的 或是所有網路上 搜尋得到這個 就是local farm的 湘土教育 一個玩遊戲的方式 可以開放出來 這樣 那還有當然我們希望可以累積 local wiki 跟wikipedia的條目的內容 那還有包括我們現在 一直在參與地方的一些 社區營造的工作 然後還有一部分是 我們會去辦一些議題 因為清米產行辦的講座 我們會辦一些在地有關的講座 比如說像我們4月18號 又辦了一個 我的遊民大夢 去談遊民議題的講座 那其他還有就是 我們會協助地方一些產業 因為設計這個活動 其實可能你都要先去找 這個地方的人 都要先談好 所以我們至少有15個 是確定是有點像我們的關主這樣 然後他就是在地人 那他就是譬如說像那個 餅舖的老闆啊 這些都是有先跟他們溝通過 那我們也會透過跟他們的接觸 去協助他們做一些技術上 比如說網路上面的 自我行銷的一些工作等等 那也加強跟他們的友善的教育 然後所以最後講回來就是 鄉土教台其實對我們來說 就是我們在做這一塊 就是希望是預教於樂 就讓他們去玩 然後come out 就是出來玩 然後and play 然後就從獲得樂趣當中 學習到一些鄉土知識 那公共化的部分呢 就是去談開放參與 就是開放好動 跟開放授權使用 還有包括大家一起來寫 就是像共筆一樣 用危機的這樣的系統跟概念去寫 然後跟地方的人一起參與 那在地的話就是在地參與 包括在地人參與進來 還有我們人在地方去參與 那這大概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就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